一大早 桃園八德区鹿光里里长何金凤 便和几位社区环保志工 带着机器绕行锅在社区进行消毒 由于社区近邻有多位 新冠肺炎劝诊者足迹的大难市场 加上社区内有高达900多位长辈 里长因而在爆发本土疫情之后 每天早上都在社区进行消毒 有行动保障里面的健康安全 因为这个采买菜是 这个是民生必须的 因为每一天都要吃饭 所以这边每天都会有人到大难市场去买菜 大难市场是热点的足迹 所以我们这边消毒的工作特别需要 这样做希望能够降低感染源 大家比较常常触摸的地方 扶手、门把、楼梯间、电梯 还有外面的椅子 虽然现在第三级了 可是那个椅子还是时常看有人在坐 坐在那边 这椅子啦 只要民众比较常触摸到的东西 我们都会加强消毒 这样 除了消毒户外街道环境以及座椅之外 里长也深入到国宅大楼内部 协助消毒一楼楼梯间、电梯、门把扶手、庆箱等地方 居民感谢他们的认真付出 并认为的确感觉比较安心 比较好、比较安全 比较好、比较安心 大家比较安心 他是户部很努力 我们那么多年我们要自己要注意 不要说哎呦 人都发现得得很快 尽管每天勤劳消毒保护社区不受疫情入侵 但里长也盼望疫情能早日停歇 让长辈们能再次离开家门 来到户外透透气、安心活动 记者刘雨婷、桃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